长城泡这个滴水 你看 不是加满的滴 今天发现加水 为什么每次加水都加不满 今天才发现 你看 你说这个怎么搞 房车水箱为什么容易坏呢 大家好我是铁牛 我现在在阿拉萨左旗 设置点里面检修房车 咱们这车到了公里数 一定要换机油的 但是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的房车水箱漏水 我们现在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修车了 来这里 这个修车啊 非常讲究这个房车 如果很多店里面没有这个起重机啊 那你这个车就升不起来 就换不了机油 也看不到在下面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水箱的问题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水箱呢 是在这里 这个外观啊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壳坏 也没有水管也没有坏啊 你看这个水管 都是没问题的啊 如果水沿得下来 我以为是水管坏了 水管没有 都是没有的 这里有一个小螺丝 为什么会松掉呢 不知道 这个小螺丝 为什么会松掉 这小螺丝干什么用呢 不知道 这也没问题 这个是水漏的痕迹 这是水 水漏的痕迹 主要是 这就是水箱盖 我们把手机放进去 就是这个地方啊 水箱的漏水 原来就是这个盖子的原因 好 我们 这里可以看得到了 盖子在上面 顶破了 这个 你看 你看 就是 朋友们 朋友们 咱们这个车 这个水箱漏 漏水的问题 终于找出来 是什么原因了 我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之前 查了个新疆 加水 是怎么加的 是为什么会导致 这个水箱盖 破裂的原因 我们一起来 回顾 之前我加水的 这个视频吧 发现水箱漏漏水的问题吧 这个加水 这个管都不行 只能这样加的 你看 这个窒息是加水 看一下咱们今天能够能够水加满 我们这个层层泡一直没有出现问题 今天把水加满之后 这个水 你看 滴得那么厉害 今天加水之后 加满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朋友们 咱们这个水箱 清水箱 为什么一直漏水 这个原因终于发现了 就是那个水盖会破了 为什么会破的原因 就是我上次 在新疆库车 加水的时候 那个方法不对 所以说不能就那种方法加水 我发现这个钢板 这个位置不对 这凑开一点点 会不会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这个 你看 好像以为的一样的 这个钢板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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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 有点移位的状态 这个中纪 这个 师傅现在已经在换机油 啊 是这个电片对不对 嗯 应该是取掉是吧 对 也取掉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换 同时你久了会漏机油 没那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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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夸张啊 你看 你看 他这个电片已经换好了 这是旧的换下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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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这里 已经换下来了 这是正常的吗 这个 不影响 不影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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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响 今天我发现这个底板这上面是木板的 我原来以为是钢板的 你看这个上面是木头的啊 你看车底上的结构 你看这里上面 你看这里都是木板的 我的天 到这里来 才有钢板 副板 等着这后面这一块前置木板的 你说这个 这个水打湿了 为什么它不会腐烂呢 你看 这个是 污水箱啊 朋友们咱们这车马上就要维修好了 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咱们这辆车是两长城皮卡的房车 简称讲呢 叫越房车啊 实际上这个越房车只是一个概念 不能真的像越野车 以及越野 刚刚检查一下底盘 咱们呢 咱们呢 车的右边那个钢板 也是有一味的一个现象啊 但是不影响使用 咱们的左边的钢板呢 中间那个轴的螺丝钉呢 曾经断了一次啊 在成都换了 等了几天 厂家呢 这个服务也就非常到位 另外一个我发现呢 这个车底下 那个是木板的 反正不是铁的 也不是雨的啊 前面是铁的 保护着 还有一个这个水箱问题啊 水箱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水箱是我自己呢 在新疆库车的时候 加水的时候 用出方法的 就是我们不能把那个水桶 放在旁边一边放水一边加水啊 那样会增压啊 当然这个不是厂家告诉我的 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知识啊 你别看这个水往下倒啊 这个抽水好像挺方便的 实际上它不断不断的在给它 加了个压 所以导致这个水箱盖 这个气压大的原因啊 压力大的原因 把这个水箱盖弄坏了 现在这个水箱呢 我只能用到50%的水哈 不过也没问题 因为咱们现在要去 互联贝去东北那边很冷 到零下10度 5度 10到20度的情况下 都是不能哈 都是不能用水箱里面的水 连水管的水都是不能用的 所以这个坏的到时候咱们回到内地 让厂家给咱们进一个水箱盖过来 再来解决吧 朋友们我现在在加水的啊 就是说那个自吸式的加水 我下面放一个桶 我呢上次在那个库车加水的时候呢 也是这么加的 但是这次和上次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哪里呢 上次我这个桶就放在这个水龙头 水池里面 等于说我把水龙头打开 一直加加加 这里一直吸啊 等着我给它加压力 吸 当我一加满 你知道我发现我的水箱开始漏水了 那么现在咱们用这个方法呢 是这个没什么关系 但是不能用水龙头啊 你看我这加水的话 水流就特别快了 因为有压力 我这倒水是有压力的 这个水是非常快 流速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但是之前没有太在意 所以导致这个水箱 就坏了 压力太大了 朋友们 咱们车终于修好了 水也加好了 不过咱们只能加一半水啊 因为这个水箱盖坏了 没办法加满 加满的话它漏掉 也只剩要一半的水 现在咱们就把油加满啊 加满咱们去那个 藤哥里沙漠 也是咱们中国四大沙漠之一啊 现在咱们是去了一个 藤哥里沙漠啊 朋友们看一下在前面 原来这全是黄沙的 现在这个黄沙治理哈 还蛮不错 有点绿色 它有点植物 有点造成绿色 有点绿色 在行了 那森几色 都不错的 有点绿色